为了打败大妖赌蜘蛛 救出自己的玄女老婆 男主陆生的地狱修行开始了 在牛鬼与大天狗的双重夹击下 估计他也来了兜够像 不出意外 男主直接被两人的气势给震晕了过去 随后大天狗举起了手中的刀 不过被牛鬼拦了下来 因为两人之前有约定 让陆生在大天狗的安马山训练 如果在与一壶即将生育的这段时间里 陆生不能强大到打败他们 他就会杀死男主 拿到要刀迷你切完 至于这个四百年前与一壶的得力干将大天狗 为什么此时将屠刀直将与一壶 这个我们后续说 另一边男主醒来 发现自己的伤口已经都被包扎好了 原来是大妖郑哥 幸亏男主带了个奶爸过来 不然早挂了 但看到陆生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郑哥就恨铁不成钢 上去就是一拳 他表示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的大将 如果让与一壶得了天下 那么所有人都会死 还不如放手一搏 陆生此时不禁思索起 牛鬼口中的叶到底是一种什么能力 郑哥对此非常有发言权 因为他们阵之一组 世世代代都追随着男主的父亲奴良礼伴 只见郑哥脱去上衣 露出一对闪闪发光的翅膀 这在游戏里必须得是威发玩家才有的待遇吧 这就是郑的位 现在路上的白鬼夜行 只有郑哥一人 当他成为男主剧毒之一的那一个 或许你就明白了什么才是夜 听着郑哥的话语 男主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 他已下定决心 一定要变得更强 而牛鬼的手下也是非常敬业 死命地追杀着男主 此时夜幕降临 路生化身妖怪形态 利用镜花水月轻松斩杀两个小妖 时间所剩不多了 牛鬼让男主专心思考 另一种战斗方式 只有董的夜 才能够拥有匹敌土之猪的实力 路生也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就连吃饭的时候 也在思考 屋中突然刮起一阵妖风 原来是安马山中的大妖冲了进来 但是现在还是休息时间 离下一次修行嗨躁 可是男主突然表情严肃了起来 原来这不是试炼 而是这些大妖真想杀了他们 爷此时的大天狗已经等不及了 羽衣虎马上就要生产 他让自己最得力的手下去杀掉路生 夺取妖刀迷迷切碗 此时战力不足的男主 和不能战斗的郑哥 该如何度过此次危机 让此男主的爷爷华嫖鬼 创建奴良祖以来 与羽衣虎曾有过惊天一战 并成功击杀羽衣虎 成为痴魅王两之主 而二代目则是将牛良祖 带上世界顶峰的男人 其中他的绝技鬼禅功不可没 他能将白鬼中任何妖怪 都化作自己的力量 只要白鬼在他身边 那他便是无敌的存在 而牛鬼作为牛良祖的老人 见证了二代的光辉时刻 他想让陆生学习的 正是这一绝技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 安马山妖精精英 陆生挡在前方 让所有人赶紧撤离 但郑哥觉得男主 是将他当作累赘的 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 怎奈对方人数太多 很快两人就被逼到角落 此时他再次感到 被土蜘蛛所支配的恐惧 陈哥的话语 让陆生重拾信心 随后他展开独一准 被与男主并肩战斗 突然妖刀 迷迷切完绽放光芒 并吸收着来自郑哥的尾 很快两人合二为一 陆生从未有过如此的力量 随后他只是轻轻一挥刀 瞬间清场 这巨大的光波冲出 牛鬼仿佛看到 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看着一地的安马山精英 大天狗人都傻了 这次陆生终于领会了 二代目的绝招鬼缠 牛鬼扒出刀 让陆生打败他 这是试炼的最终一环 这一次陆生丝毫不拒 另一边陆生的 白鬼和原野的妖怪 都在盼望着男主归来 夕阳下 那个身影终于出现了 随后陆生带着白鬼 准备找土蜘蛛干架 拯救自己的学女小迷妹 而此时的学女 正被吊在房梁上 趁土蜘蛛不在屋中 她的子孙们偷偷地割断了绳子 无助的学女 看着向自己冲来的蜘蛛大军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还好此时土蜘蛛赶了回来 听到自己居然是诱饵 她不想再看到陆生受伤 而自己又打不过土蜘蛛 与其让自己成为雷坠 还不如自我了断 让陆生远离危险 于是学女拿起冰锥 准备了结自己 千军一发之际 陆生提门而入 掌握鬼蜘的男主 再次迎战纵横前年的 大妖土蜘蛛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主 辛辛苦苦修炼半年 刚出道就遇到了 超级大妖怪土蜘蛛 自己被打得体无完肤 率领的白鬼夜行被击溃 就连自己的学女老婆 也被土蜘蛛抓走生死不知 之后在牛鬼的集训下 陆生终于掌握了 二代母的大招 鬼蜘蛛 她再次迎战土蜘蛛 来救自己的学女老婆 此时学女非常自责 陆生一招明镜止水 来到学女的身边 旁边的土蜘蛛 看着两人秀恩爱的场景 感觉嘴里的酒都没味了 随后她朝陆生扔出酒壶 反手就是一气偷袭 可是陆生早有准备 发动净花水月 闪现到土蜘蛛身后 暴躁的土蜘蛛像拍苍蝇一样 胡乱地发动攻击 还好有惊无险 只是一副被土蜘蛛撕碎了 这次学女站到了男主前面 要保护男主 陆生此前受伤的一幕幕 出现在她脑海中 她再也不想看到 自己老公被伤成那样 得知学女心意的男主 决定与她并肩作战 随着学女发动刺激的胃 陆生使用鬼缠 让两人合二为一 只见腰刀迷迷切完 被冰雪所缠绕 一刀下去 土蜘蛛的手臂 开始慢慢被冰雪覆盖 折り重なる恐怖 几倍的力量 曾经百匹是那种 百匹的主的身技 陆生飞身而起 将土蜘蛛的一条手臂击碎 学女看着强大的少主 又变成了曾经的那个小迷妹 土蜘蛛被斩断一只手臂后 丝毫不慌 甚至还有点小兴奋 荷尔蒙爆表的 她拿起一根柱子 就朝男主砸去 甚至将整个寺庙都给拆了 最后她吐出猪丝 将周围圈成一个决斗场 里面只有她和陆生两人 在土蜘蛛巨大的爆发力下 地面都层层碎裂 随后她如火箭一般 冲向陆生 还好被男主的净花水 跃夺了过去 随后她如搅斗士般 利用猪网的弹性 再次向陆生撞去 鲜血滴滴落下 没有白鬼帮助的男主 该如何打败土蜘蛛 这是一个由蛛丝缠绕而成的 巨大决斗场 一边是纵横千年 无意败气的大妖土蜘蛛 另一边是日本最大组织 奴良祖少帅陆生 虽然陆生在她手里 知道了人生中的低场败气 但是学会了父亲大招鬼蜘之后 此次战斗 她是抱着毕生的决心 但是在蛛丝决斗场中 没有白鬼的帮助 该如何打败强大的土蜘蛛 在如此暴力的攻击下 即使男主使用镜花水月 依旧无法躲开所有攻击 话音刚落 突然陆生的伤口处 再次由雪花浮现 原来是郑哥和雪女冲了上来 紧接着 原野的妖怪以来成场子 这次男主决定用 自己白鬼的力量 来打败土蜘蛛 看着发泄攻击的土蜘蛛 河童释放沼色地狱 试图控制土蜘蛛的手臂 却被她轻易挣脱 随后一拳打飞了河童 此时雪女主动请应 要与陆生在此结合 使用鬼蜘蛛打败土蜘蛛 不过在听到镇哥之前 也与男主鬼蜘蛛过后 突然脸色一变 此时莲友已经与土蜘蛛 战斗在一起 不过就在她使出自己的绝招 还是不能伤其分毫 此时陆生找到她 希望两人合体使出 揪集大招鬼蜘 虽然嘴巴不饶人 但是莲友最终 还是接受了建议 两人合二为一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男主身上透露出来 就连男主的腰刀 迷迷切碗 也变成了镰刀形态 土蜘蛛看到这个 曾经让自己受伤的大招 此刻也认知了起来 只见他全身闪电一出 一巴掌朝路声拍了过来 男主一跃而起 反手就是一个大招 力量耗尽的两人 解除了合体 而土蜘蛛本可以躲开 却为了感受强敌的滋味 故意接下了这道强大的攻击 随后他全身开始裂开 跪倒在地 不过即使被劈成两半 他也没有死去 又再次站了起来 不愧是几千年的大妖怪 求生能力是真的强 只见他拿出蛛丝 将裂开的身体 给缝合了起来 他承认路声确实很强大 但是为了和羽一虎 即将诞下的孩子战斗 他决定保留实力 直接离开了这里 眼前这个帅气的黄头发男人 就是赫赫有名的 大妖滑头鬼 四百年前 他曾与天才阴阳石 丰田秀原和力击杀羽一虎 如今羽一虎生产在起 他再次挺身而出 恍惚间羽一虎仿佛 看到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可当年被他挖去心脏的滑头鬼 此时早已年老色衰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羽一虎抢先出手 被滑头鬼性花水跃躲了过去 虽然已经年纪大了 但身手却依旧敏捷 轻松躲过羽一虎数次攻击 来到他的身边 虽然羽一虎什么都没说 但他已经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 老头子甚至年老的自己 现在已经解决不了羽一虎了 所以将他留给 刺激的孙子陆生来收拾 可羽一虎可不想放走 这个几百年的宿敌 但肚子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看来刺激的孩子 要迫不及待出生了 突然老爷子察觉到 一股极强的气息 急忙退到暗处观察 此时大妖慈慕童子 却出现在老爷子身后 一刀砍伤了他的后背 随后羽一虎的一群 手下相继出现 难道老头子 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突然大妖慌骷髅冲了进来 而鸭天狗紧随而入 他抓起老头子就跑 此时慌骷髅笨住的身躯 刚好挡住一众大妖 两人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怎料在出口处再次遭到了埋伏 眼睛被毒羽毛擦过 突然失去了视力 这时出现一只恶心的大妖 将妖刀魔王的小锤 插进了滑头鬼的身体 老头子拼尽全力用出了一个大招 随后抓起鸭天狗 一起跳进了河里 另一边 男主已经率领她的白鬼一行 将各个妖怪领地再次击破 此时已经杀到了羽衣护的大本营 最终决战即将开启 这个女人在这四百年来 时时刻刻都想着生孩子 可如此怪胎来到人间 必定会引起一场浩劫 于是作为羽衣护速递的奴良组 在二代目里半的带领下 打得羽衣护根本不敢生孩子 不过最终她利用轨迹 成功将二代目杀死 如今四百年已过 羽衣护再次打开封印 眼看孩子就要降生 作为二代目的儿子 男主陆生率领她的白鬼夜行 前来阻止她 两只看门的妖怪 直接对男主出手 被陆生轻松解决 又罗和风田秀原 也跟着男主来到这里 秀原让男主先行到羽衣护那里 阻止她但下次四 没想到 在木桥的尽头 又出现了两只妖怪拦路 看起来有点眼熟 原来正是当初 携持奶奶应激的两只大妖 一只攻击力极强的大头妖怪 另一只则有着恐怖的预知能力 そのまま横に振り回すぞ 気をつけ 奴隙より一刀両断の石を確認 早手のごとく気をるぞ 每一步行动都被提前预知 这还怎么打 此刻男主被打得束手束脚 就连能够干扰敌方认知的 净花水月都被成功预知 正不知道怎么办 此时幼罗和风田秀原赶了过来 而性格耿直的幼罗 更容易被妖怪看穿 敌人甚至捕捉到了 幼罗内心深处的痛楚 这彻底激怒了这个 刚刚失去亲人的小女孩 此时的他气势暴涨 愤怒之下也不做任何思考 将全部世神一起出击 在两腰惊慌失措逃跑时 男主早已等在前面 斩杀两只大妖后 陆生率领他的白鬼夜行 成功进入到羽衣湖的大本营 而在前方等着他的 正是刀王鬼铜丸 他企图说服男主加入他们 一起同理世界 但正义与邪恶本就是对里面 鬼铜丸直接释放大招罗城门 一个只有黑白的领域出现 将男主等人拉了进去 男主的父亲努良礼伴 之所以这么强大 离不开他的成名崛起鬼禅 鬼禅的最强奥义是什么 那就是面对不同的敌人 能够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 之前与土蜘蛛的战斗中 都是正面硬钢 所以选择和有强大攻击力的 莲友和学尼使用鬼禅 最终将土蜘蛛披成两半 但这次有着刀王之称的鬼铜丸 速度极快 所以当陆生于学女 进行鬼禅的过程中 就被鬼铜丸冲了过来 并阻断了两人的合体 失去重心的学女 还差点成为鬼铜丸的刀下亡魂 鬼铜丸也认出了 二代木的成名崛起鬼禅 这使得他更加认真地 对待此次战斗 男主从未遇到过如此密集的攻击 果然没坚持一回 手中的刀都被打飞了出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黑田房出现挡下的所有攻击 并教导陆生如何利用鬼禅的优势 看着面对自己 两人还这么悠闲 鬼铜丸决定速战速决 释放樱花后的鬼铜丸 攻速比之前提升了十倍 陆生两人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可是这还没到他的极限 另一边经过刚才的教学 陆生此时已经更加了解鬼禅的用法 用明镜止水的心 像穿衣服一样将未披到自己的身上 男主此时果然气势大变 而此时鬼铜丸的大招虚空也如期而至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居然被陆生挡了下来 二代鬼缠下的他 以全身武装 每一期都是无数武器 这下就算鬼铜丸的速度再快 也无法割挡掉所有的兵器 没办法 只能用最后的大招了 只见他跳到罗承门上 手中两把刀使劲往下一插 城楼瞬间长出两个触手 活了过来 历经千年时间 鬼铜丸发掘自己的攻速 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他改变了刀的形态 在无数的触手下 男主一瞬间来到了鬼铜丸的身后 顿时无数把兵器穿透他的胸膛 或许鬼铜丸是忘记男主 还有一招净花水运 此时在鬼缠下 形成了新的招式 虽然他此刻已经败了 但是却一点也不着急 因为他拖延的时间已经够了 此刻与医护已完成分娩 即将诞下秦明 京都妖怪们顿时沸腾了 他们曾经的主人 那个无敌的阴阳师 安倍秦明要回来了 这个女人历经无数轮回 花了一千年的时间 终于诞下腹中孩子 安倍秦明可以再次来到世间 为何大妖与医护仿佛 有着某种使命般 如此执着于生下秦明 这还得从千年之前说起 那时的她就希望能够创建一个 妖怪和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 勾建出一个阴与阳 完美结合的美丽都城 不过这一平衡是非常微妙的 一旦她死去 那么平衡就会被打破 一切秩序都将陷入混乱之中 所以她开始研究禁术回魂术 妄图得到长生不老 但却始终不得要领 看着面前的尸体 她跟鬼童玩说 自己一定会找到完美的回魂术 复活给她看 这时秦明的母亲 与医护过来找她 秦明顿时灵光一染 能够让回魂术变得完美 自己的母亲 或许就是那最重要的一环 她请求羽翼狐再生她一次 随后她发动自己强大的阴阳术 使她死亡后 能够待在地狱中 不入轮回之环 而是再次回到羽翼狐的肚子中 转身再次来到这个世界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一次夜会上 一位阴阳时突然拿出一只 浑身插满箭矢的狐狸尸体 看着母亲死在自己的怀中 秦明暴走 愤怒地她杀掉了所有人 从这以后 在羽翼狐转世的一千年里 她始终没有忘记 生下秦明的心愿 在这一千年中 她经历了太多的波折 但好在这次她成功了 就在陆生打败鬼童丸的那一刻 一变突生 她的身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肉球 京都妖怪们顿时沸腾了 肉球生出四肢 变成了一个婴儿 不过刚刚诞生的秦明还很最弱 此时就是干掉她的最好时机 陆生和诱罗立刻动手 可中途却被羽翼狐手下阻拦 让人意外的是 阴阳时秋房居然第一个 找上了羽翼狐 看着抱着玉石剧焚决心的秋房 羽翼狐丝毫没有手软 突然秋房化作一滩水 原来这一切都是龙二的计谋 此刻魅魔流飞升而起 想用雷电法术攻击羽翼狐 眼看就要得手 可羽翼狐一尾巴就把她扇飞出去 此时龙二也被她控制 羽翼狐像看小丑一般看着她 嘲笑她的不自量力 可龙二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不在羽翼狐的身上 突然秦明的上方出现一根木桩 随着龙二念出著语 封印木桩急速下落 就在众人以为大公道成之时 突然土蜘蛛出现 挡住了封印 这也意味着 封印秦明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和秦明打一架 感受强者的气息 另一边 回过头的羽翼狐 再次看向龙二 就在她要击杀龙二之时 无数把刀剑挡住了她的狐狸尾巴 生完孩子的羽翼狐到底有多强 一千年前她还只是个 守无腹肌之力的狐狸 如今转世十多次的她 早已今非昔比 就连足智多谋的阴阳失龙二 此刻也危在旦夕 好在男主陆生及时赶到 有着世代恩怨的两人 初次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看着羽翼狐那熟悉的面庞 陆生突然想起 小是否死去的父亲 身边拿刀的女孩 正是羽翼狐 而羽翼狐看着眼前的陆生 也想起了那个 可恶的男人滑头鬼 他们也孙三代 都来破坏自己的大业 羽翼狐不可遏 但是当其突然问道 为什么杀害自己的父亲 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身影 不过在土蜘蛛的挑拨下 他压制住自己的情感 掏出一把铁扇 一挥之下 扫兴前方一切障碍 不过此次习的鬼馋的男主 势必要将妖刀迷一些碗 刺进他的身体 随后他飞身而上 但是羽翼狐可比鬼童丸 强大的太多 一下便击碎了陆生的千把刀刃 黑田房提醒他 想要攻击到羽翼狐 就必须要给他制造破绽 他提一会儿冲上去 直接将他扔出 然后让男主趁机 用迷迷切碗去攻击他的本体 不过这势必会让黑田房受伤 看着他坚定的目光 陆生终于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了 而其他人也都在全力地 对抗着羽翼狐的手下 同时藏在水底的一代目 也终于露头 从他看到羽翼狐的那张脸后 就确认这一切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着 另一边 陆生咆哮着 将鬼蝉火力全开 虽然刀刃都被羽翼狐击碎 未伤他分毫 但也被陆生禁身 羽翼狐从虎卫里掏出一把钛刀 反手砍伤了陆生 再一刀刺出了他的心脏 突然脑海里闪过一段回忆 男主利用镜花水月 干扰了羽翼狐的认知 这才得以保住心脏 只是被划伤了手臂 此时的陆生已无法维持鬼蝉的形态 在两人拉开距离后 陆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随着陆生的不断逼问 彻底息怒了羽翼狐 他甩出尾巴攻击陆生 同时脑海中再次涌现出莫名的记忆 他冲上前去想要干掉陆生 在失去黑田房的鬼蝉之后 他早已不是羽翼狐的对手 被羽翼狐的大招直接贯穿身体 就在他要解决陆生之时 看着眼前的男主 突然无数的记忆碎片涌上心头 趁此机会 诱罗一系水炮轰向羽翼狐 虽然救下了陆生 但是自己却暴露了 羽翼狐手下用小刀割向他的脖子 好在魅魔流及时出现 龙二身之幼罗才是阴阳师的未来 所以他命令魅魔流誓死保护幼罗 而他也是个狠人 将雷兽纳入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变为鄙视神 还要强大的存在 就在众人队之间 不然一道光柱冲破天际 史上最强阴阳师勤明即将破壳而出